最终评论与您平心而论 大家好,我是宋忠平 我们今天再三再四的来聊一聊 哈萨克斯坦的暴乱 哈萨克斯坦的暴乱 其实背后是美俄之间的博弈 美俄之间的较量 我们今天就和大家说这个消息 你看,俄罗斯外交部就送给布林肯一句话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请自来 因为布林肯就在指责 俄罗斯在哈萨克斯坦是别有用心 那么作为俄罗斯外交部的话 就针锋相对是不请自来 也就是美国经常就是不需要请 他自动就来了 来干嘛呢?来制造麻烦 所以双方之间外交部门是唇枪舌战 再来看一看 美国现在还在嘴硬 其实哈萨克斯坦的这些暴徒们已经开口 有人给发钱 有人给发饮料 结果这个所谓的功能饮料喝完之后 人就失控了 看来这个背后是蓄谋已久啊 短短这么几个小时就能够集结几万人 这个训练可不是一般啊 所以哈萨克斯坦国内的安全部门 看来是严重的失职啊 你看,这就是其中的一张动图 突然间来了一辆没有排照的车 那么车后面全都是枪械 然后呢 这些人就纷纷来领枪械 这就是蓄谋已久 这个枪支从哪来 肯定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把枪支带到了哈萨克斯坦国内 那么哈萨克斯坦的执法机关呢 又逮捕了一百多名外国人 这些外国人是干什么的 实际上有很多是NGO 还有很多呢 就是美国在哈萨克斯坦的代理人 那么这恰恰说明 这就是一场颜色革命 而且这场颜色革命说白了 完全是美国以及其他某些国家 共同操控 共同策划 而且是利用了哈萨克斯坦国内的矛盾 把矛盾不断地放大 而且变成了骚乱 变成了暴乱 甚至变成了恐怖袭击事件 那么我们不得不说一点 这样的事情 其实表面上来看的话 针对的是哈萨克斯坦 其实是美俄之间的较量 美俄之间的博弈 你看美国呢 是从俄罗斯身边的人搞起 继续要破坏普京欧亚联盟之梦 也就是哈萨克斯坦 他就是俄罗斯身边的人 俄罗斯身边除了哈萨克斯坦 还有白俄罗斯 另外呢 还有吉尔吉斯斯坦等等 这些国家可以说 都是一等一的盟友 那么既然没有办法撼动俄罗斯 那就从外围去拆台 比如把哈萨克斯坦如果搞乱 那么对于美国来讲的话 就是在拆俄罗斯的台 所以他们之间是什么 他们之间就是美俄之间的 一种较量 而且哈萨克斯坦这个国家比较特殊 它的GDP呢 在中亚国家里面占到了60% 你看这个分量有多重 所以哈萨克斯坦是中亚五国之首 搞定了哈萨克斯坦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什么样重大的战略意义 第一呢 就是瓦解中亚国家的团结 另外就是有利于打击俄罗斯 从侧翼来打击俄罗斯 让俄罗斯失去中亚五国 对自己的所谓忠诚 这就是美国的良苦用心 同时呢 作为美国来讲的话 是用心良苦 或者叫用心险恶 试探毒联体和结安组织的团结性 他以为无论是毒联体也好 结安组织也好 可能会事隔一天两天三天 再做积极的反应 没想到这个快速反应能力 完全超出了美国的想象 所以普京的这种快速反应能力的话 恰恰是扑灭了 这场骚乱的一个重要的考量 也正是因为普京下了决心 所以哈萨克斯坦的总统 才以最快的速度 雷霆之势 结束了这场扫乱 当然呢 作为美国来讲的话 也在试探普京在乌冬问题上 坚定的立场 那么哈萨克斯坦呢 其实就是一块试金石 既然普京能够在哈萨克斯坦 这么去干 那么如果要是美国在乌克兰 采取军事行动的话 那么普京肯定又是毫无犹豫 至少从根上来解决 通过乌克兰来干涉俄罗斯的内政 所以这恰恰是一种试探性的行为 我们通过这个事件能看得出来 美国的嘴炮和俄罗斯的铁拳 形成了对峙 俄罗斯一记勾拳 基本上把美国的嘴炮打歪了 把嘴打歪了 这才是最现实的一种状态 当然这件事情也加剧了美国和欧洲的离心离德 尤其是乌克兰 格鲁基亚以及立陶宛这三个国家 认识到 哈萨克斯坦的问题 美国难道就是卖个嘴炮吗 所以对这几个国家 以及欧洲的盟国来讲的话 又起到了一个极坏的作用 美国不敢担当 这才是最核心的问题 美国不可信 美国毫无担当 你觉得谁还会信任美国 美国的信任度又下降了一格 这就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好了 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的头条 交流互动